这个案件呢,是,啊,其实大家知道是谁,是谁了,是吧,啊,酒派新闻报道,高管遭自媒体侮辱诽谤,隔离报案公安机关已受理,啊,我们看一下,这次要怎么弄,啊, 金星有一个,一个,一个端子呢,一个梗呢,啊,就上了这个热搜榜,金星说呢,啊,啊,口含明珠是进退自如,啊,其实这个梗还有一种,啊,什么苟中自如,什么什么,若若吧,啊,这个内涵,谁是谁呢, 评论就说了,你不就内涵谁是谁吧,金星说,啊,我们这里做卫生阿姨有个叫这个明珠的,啊,我们这里这个,啊,送快递的,有个叫自如的,不行啊,非得你,非得这个明珠和自如都你家专利,啊,反正就上了好几天热搜,还有一个,啊,好像是叫捷报,捷报是个杀毒软件吧,一个, 一个非常厉害的大老板吧,就骂这个,叫这个自如的,说你 你就是个流氓,啊,骂人,骂人,原因呢,就是这个,叫,啊, 郎先平的一个节目,好像,叫这个,呃,采访,这个,明珠和自如,是吧,自如说,啊,说我,就守着他身边看着就幸福,哎呀,然后这个,这个明珠啊,说就是这个,啊,说这个,眼光都拉出丝来,是不是? 然后这个,然后这个,全网络就嘲笑他们,啊,把很多年前,呃, 罗永浩,说这个,自如的一段话,搬出来,说你要是被人包养啊,你就不要谈什么人格独立,啊, 那当时怎么出来的这句话呢,是因为这个叫自如的,是一个黑龙江,一个小伙,接了一个香港的一个研究生,哎呀,真会接,是吧, 然后自己办了一个,手机,呃,评论,这个,一个,自媒体账号吧,啊,在当时,呃,做得非常好,啊,做得最好的了, 所以说这些个手机老板们的,纷纷的就给,赞助他,入他的股,意思就是,你别说我的产品的坏话,啊, 所以说这个罗永浩就说他,你这个,被这些手机厂商们包呀,啊,我就不包养你,你就说我,啊, 罗永浩就不甘心,那么这个事呢,一晃,晃到现在了,这都是十几年前的话了,好像,十来年了吧, 怎么也得有七八年了吧,要不就是,啊,现在这家伙呢,就到了这个, 一个电器企业的蛋糕馆,就是这么样一个事,啊, 骂人家流氓呢,确实不合适,但是那个家伙呢,确实, 是,蒸着眼说瞎话,那个家伙是个,呃,但是做生意嘛, 你又不是搞宗教,你蒸着眼说瞎话,你不信他,就不就完了嘛,啊, 他每个人的说法呢,都有边界,比如说这个, 明珠也好啊,自如也好啊,你公众人物,他就是, 你就得接受言论的这个,啊,这种,这个,这个,这样的一种批评的状态吧,啊, 去神话嘛,去魅嘛,啊,像这个川普说,被人说脸上都长了圣殖气, 川普都气坏了,把那个人拉黑,拉黑都不行,啊, 啊,那个人,人就起诉到法院,说我要监督他,他都不让我监督他, 你看他把我拉黑,法官判川普,你得把他,啊, 恢复他这个黑名单,把黑名单得消除掉, 把他得从那个黑名单里放出来,让他继续监督你, 对于董明珠和王自如这样的人, 是不是这个,有这么阳科的这个监督, 我觉得倒没有必要了,啊, 他说你要告所有的这种这个调侃的人, 都这个要诽谤罪, 这也太过于秦制了,是吧, 严刑俊乏了, 啊, 那个哥们呢, 明目张胆的,说他是流氓的, 这个好像可以, 可以讨论讨论,啊, 但是那个哥们有的是钱, 啊,你就判他败诉, 要不抓他坐牢, 又能怎么样,啊, 那事情就更热了,更火了, 你叫他坐牢, 他就说你是流氓,就坐牢, 这个事, 我们再看看吧, 有些个人呢, 呃,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了, 比如说这个, 呃, 有的人为什么爱吹捧, 他可能压力太大, 啊, 就是批评和反吹捧那边的力量太大, 啊, 他就需要这个, 吹捧的这个东西和那个网上平衡, 大家都觉得这种吹捧都已经离了谱了, 但是对于他来讲, 你, 你, 我们是感受不到那种压力嘛, 是吧, 你要是在这种这个巨大的压力之下, 你可能也需要这种强大的吹捧和那个东西抵消啊, 可能也就是这样一种现状吧, 看看这一条有没有上热搜啊, 没有上, 啊, 等会儿就会上热搜了, 这个, 没有上, 没有上, 雷军上了热搜, 雷军出了啥事, 怎么有雷军的事, 因为雷军当初罗友浩指责这个王自如, 就是指责雷军包养了王自如, 现在啊, 王雷军转了向吴向雨又向风的帖子, 好张的商战, 他们甚至都没预算, 就去买了手机刷插屏, 帖子里说, 您好, 我们注意到您发的小米手机的问题, 您是否可以托提供几条素材, 包括不限于卡顿发热掉针等情况, 一条五十元, 发我审核之后, 你可以转账给您, 您所提供的视频, 我们仅发布在斗人快手B站平台, 不会暴露您的个人隐私, 这个雷军呢, 耐特了小米品牌安全, 特别人花钱刷插屏, 当初你跟王自如, 那个王自如太多了, 现在越养越多, 总会